什么鱼有剧毒味道却鲜美无比 对视河豚鱼 我来告诉大家最有毒的是鱼眼鱼鳍 内脏包括鱼血 最毒的就是鱼子 是一颗必死无力 先把鱼鳍全部给它剪掉 上下左右都不留 拿住头用剪刀尖 插到眼睛里边轻轻地一转 眼睛就出来了 眼睛一定要去掉有毒 然后在屁眼这里开紧 一直剪到嘴下边 不能剪透 轻轻地掰一下 尾部顺着鱼脊两边开刀 把中间的鱼骨头剪掉 因为里面有鱼血 鱼血一定要清理干净 把中间的也去掉 把鱼干扣出来 红红烈烈烈爱一场 鱼一定要去掉 鱼鱼也是有毒的 去掉以后 用剪刀把鱼竿前面去掉一小块 把鱼竿里边淤洗 一定要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后打上花刀冲水 然后把鱼竿皮去掉 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里边有一层膜不能撕坏 撕坏以后做出的鱼竿不好看 再把鱼筛扣出来 用大拇指头轻轻地一推 就把这一塞给它推出来 两边用两个大拇指扣出来 再用剪刀把塞剪掉 一定要剪干净 这个地方的鱼血特别多 再把内脏用剪刀挖出来 里边的鱼血一定要清洗干净 河豚杀完以后 需要用水冲泡 把鱼血冲洗干净 一定要冲干净 最好用长流水去清洗 鱼筛一定要冲干净 包括鱼眼睛 都是有毒的 用手使劲挤这个地方的鱼血 全部挤干净 把黑膜全部撕掉 黑膜特别新 鱼血挤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准备的十条河豚和鱼竿 鱼皮 准备的比例配方 还有制作方法 我在下一个视频详细告诉大家 大家关注我 要不找不到我吧